哥伦比亚共和国位于南美洲北部 东陵委内瑞拉巴西 南街厄瓜多尔比鲁 西滨太平洋 北林加勒比海 总人口超过5000万 今天要讲的这起案件 发生在哥伦比亚的第四大城市 巴兰基利亚 一位花季少女神秘死亡 她才刚刚高中毕业 已经被美国一所大学录取 灿烂的人生还没来得及绽放 就不幸枯萎了 大家好我是胡探长 欢迎收看行政夜话 她叫南希马思杰 出生于1975年 案发时18岁 是父母的第二个孩子 前面还有个哥哥 一家人不但颜值非常高 家境也很不错 南希从小就展现了积极勇敢的个性 非常聪明 有理想有目标 不同于其他青春期的孩子 她跟父母的关系十分融洽 南希认为父亲是她的人生楷模 母亲则是她最好的朋友和老师 她在当地一所名将马里蒙特的双语学校上学 这是培养精英的学校 也是哥伦比亚公认的 全国最好的学校之一 除了母语西班牙语 南希还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在家人的帮助下 她已经为出国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1993年12月31日出席 一家四口本来计划好了 要到别的地方一起庆祝新年的 但因为南希哥哥此前在一场足球赛中 受了伤没有恢复 需要卧床休息 所以没有去城 就在这天下午 南希收到一则好消息 她以高分通过了美国一所大学的入学考试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过完年就可以起程前往美国留学了 一家人为此欢呼雀跃 那一刻他们根本一想不到 一个可怕的悲剧将在几个小时后降临到南希的身上 一家人开开心心吃完除夕大餐 洗饮新年后 时间来到午夜 一个叫哈伊姆瓦萨德沙蒂克尔曼的男子 开着她的皮卡车来到南希家 她是南希刚交的男朋友 年纪比南希快大了一倍 已经三十来岁 在家人经营的企业里上班 哈伊姆希望可以带南希出去 参加外面的新年庆祝活动 南希父母同意了 但要求她照顾好南希 并且必须在凌晨三点前把她安全送回来 哈伊姆满口答应 凌晨三点很快到了 南希没有回家 当时她的父母已经睡觉了 凌晨五点左右 父亲马丁起床查看 发现楼梯的灯依然亮着 隐约感到些许不安 因为女儿回房肯定要路过楼梯 正常她会顺手关灯 马丁赶紧去了南希房间 查看她有没有回来 空无一人的卧室让她的心往下一沉 那时候没有手机 无法第一时间跟南希取得联系 马丁赶紧跑到外面去寻找 一连去了几家南希平常提到的夜店 没有发现她的踪影后 马丁决定去她的男朋友哈伊姆家看看 这天是1994年1月1日 新年第一天 也是南希父母人生中最痛苦的一天 凌晨六点左右 南希父亲到达哈伊姆家 发现哈伊姆的妈妈正在用软管 冲洗地板上一块像血迹的红色污渍 她立刻追问他们在清理什么 南希在哪里 哈伊姆的母亲回答说 南希出了点意外 已经送去了附近的加勒比诊所 地板上的污渍正是她留下的血迹 马丁一听 气得差点晕死过去 她话不说 马上转身赶往加勒比诊所 在诊所里 马丁先见到的是哈伊姆的父亲 是她送南希进的诊所 之后就一直留在那里没有离开 哈伊姆的父亲告诉马丁 事情的真相是南希试图开枪自杀 子弹击中太阳穴 导致她陷入昏迷 马丁听完悲痛晚分 她立刻打电话 通知妻子和儿子前来诊所 并告诉他们南希中枪了 一家人围绕在南希身旁 祈祷她快点醒过来 告诉大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认为哈伊姆父亲一派胡言 南希根本没有自杀的理由 她活不开朗 性格阳光 几个小时前 还在为考上美国大学一世兴奋不已 怎么可能突然自杀呢 宋依八天后 伤势过重的南希因手术并发症去世 没给家人留下一句言 在医生宣布 南希的生命只剩下最后几分钟时 父母牵着她的手 唱起了她小时候最喜欢的一首二歌 爸爸最爱的女儿 陪她走完生命的最后一刻 南希的死亡 除了给家人朋友带来巨大的伤痛外 还留下一堆疑问 没有一个人相信 哈姨姆家人关于她自杀的说法 随后警方对这起事件展开调查 法医和弹道专家的鉴定结果 跟哈姨姆家人给出的故事版本 有很大出入 第一检查发现 南希的伤口在太阳穴的右侧 可她的右手并没有火药残留 说明这只手不曾开过墙 但奇怪的是 她的左手有火药残留 南希不是左撇子 就算是她 也不可能左手拿枪 对准自己右边的太阳穴开枪 这不是正常人的操作 所以他们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最大的可能是 有人开枪谋杀了南希后 为了制造自杀假象 慌乱中把枪塞到了她的左手 第二南希的胸部手臂和大腿内侧 有多出预期 四处还发现两名男子的体验 第三 南希的指甲缝里留有他人的皮屑 表明她曾跟某人激烈对抗 结合这三点 警方相信南希不是自杀 是她杀 死前至少被两名男子侵犯 这个消息一出 哥伦比亚太晤士报和其他一些媒体 立刻进行了广泛的报道 引发民众的热议 监报几天后 南希父亲马丁收到一封匿名举报信 信中详细提到了案发那晚 南希被害的原因和遭遇 举报人说 1月1日西年那天凌晨 在哈姨母家 南希撞见哈姨母打扮成女人的样子 跟另外几个女人和男人一起 做亲密之事 刚成年的她 明显是被那种行为震碎了三观 又惊又怕 不愿意同流合物 想要远离 可是 哈姨母和其他几名男子却冲到她前面 挡住去路 不准她离开 最终南希被他们侵犯和杀害 这会是事情的全部真相吗 很可惜南希已经不能再告诉他们了 加勒比诊所的医生告诉警方 他们接诊的时候 发现南希被包裹在一张床单里 床单上留有一些泥土和小木刺 这意味着 宋医前 哈姨母等人曾试图将她扔在树林里 但出于某种原因 后来又改变主意 把她包起来送进医院 由于接到报警后 警方没有第一时间扣留哈姨母 所以等调查结束 她早就逃之遥遥了 尽管之后 他们突袭了哈姨母家的几处房产 又搜遍了整座城市 甚至整个国家 但都没有发现她的踪迹 很快两年半过去了 1996年7月5日 格伦比亚大法官确定 哈姨母已经逃往国外后 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在没有抓到凶手的情况下 对案件进行审判 并最终裁定 哈姨母谋杀南希的罪名成立 判处她27年有期徒刑 这个判决被很多人认为是无意义的 只是走了个刑事 凶手有可能永远不需要对她的行为 付出代价 那哈姨母究竟逃去了哪里呢 有人举报说她躲在美国 然而案发四年过去了 警方依然无法掌握她的行踪 1998年4月 他们将哈姨母放入国际刑警组织 红色通缉名单 在世界范围内对她展开通缉 但即便是惊动了国际刑警 她依然逍遥法外 因为哈姨母有强大的家庭背景 支撑她逃亡所需的一切 她出生在哥伦比亚 一个非常富贵的家族 大量的金钱加上发达的人脉 让她能轻而易举地 躲在地球的任意角落 谁也找不着 随着时间的流逝 人们慢慢遗忘了 这起曾经轰动一时的案件 寻找哈姨母的机会也变得越来越渺茫 南希的父亲马丁不想再袖手旁观了 他对警方处理这起案件的态度 感到失望 作为一名海军预备军官 他决定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揪出杀害女儿的凶手 马丁首先报名 参加了以调查委中心的行政课程 从初级学到最高级 通过这些课程 他在短时间内 获取了丰富的侦查理论知识 学完后马上开始付诸行动 寻找哈姨母 那么一点线索都没 有的马丁要从哪里开始插起呢 当然是从哈姨母家人的身上 他知道躲在外面的这些年 哈姨母肯定跟家人有联系 所以先在社交媒体上 注册了四个虚假的账户 用于迷惑和接近哈姨母的家人 争取他们的信任 这项工作说起来容易 干起来难度可不小 马丁在哈姨母家人身边潜伏了十几年 才成功锁定他的去向 2019年年底 案发快26年后 马丁和另外两名调查人员终于发现 哈姨母藏身在邻国巴西 一个叫圣玛利亚的城市 他们马上将这个情报发给了国际刑警组织 国际刑警联系了巴西有关部门 将哈姨母的个人资料转发给他们 要求协助调查 随后 巴西特警迅速赶往圣玛利亚市 寻找符合哈姨母身份特征的男子 没过多久的2020年1月 特警发现 当地一个名叫安瑞克 德桑托斯阿普杜拉的男子 跟哈姨母高度相似 他们立刻对他展开不空 并跟踪此人到酒吧 悄悄收集了他的酒杯 从上面提取到几枚指纹 对比过后 巴西特警证实 这个化名为恩瑞克的男子 正是从哥伦比亚消失20多年的哈姨母 他们紧急联系圣玛利亚市警方 对他实施抓捕 南希的父亲听到这个消息激动不已 不过人虽然抓到了 后续发生的事还会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调查发现 哈姨母在案发后 直接从哥伦比亚逃去了巴西 靠着家人的资助 他在当地过着一世无忧的生活 四年后的1998年 他购买了一个假的巴西身份证 1999年 他通过假身份证拿到驾照 2014年和2016年 又分别通过了驾照续签的审核 在这期间 他还利用假身份 开设了几家银行账户和一家公司 更夸张的是 哈姨母居然利用假身份证 跟一位巴西女子结了婚 生下两名子女 而她孩子的出生证明上 父亲一栏的名字登记的是她的真名 这也是特警锁定她身份的 其中一个关键证据 哈姨母的婚姻 会在某种程度上 帮她合法留在巴西境内 成为巴西法律保护的对象 无需引渡回哥伦比亚接受审判 被捕后 哈姨母恢复真实身份 她坚称自己无罪 南希的死跟她无关 此前对她的审判不公平 哈姨母还写了一封公开信 给哥伦比亚警方 信中关于案件的真相 她是这样描述的 案发那天凌晨 她先和南希在家中 愉快地相处了几个小时 一起喝了不少酒 又吸食了那些东西 后来南希表示该回家了 她想着先快速洗个澡 然后再开车送南希回家 可是刚进浴室便听到一声呛响 于是赶紧跑回房间 查看发生了什么事 就在那一刻 她看到南希头部中枪 倒在窗上 这个说法明显是在抹黑南希 无耻的哈姨母把她杀了还不算 竟然继续破坏她的名声 法医的检测报告可以证明她在说谎 南希到晚根本没有吸食过任何东西 哈姨母还在信中提到说 案发后 她第一时间逃去了巴西奥马逊 一个叫塔巴廷家的小镇 在那里她得知了南希去世的消息 整个精神世界崩塌了 但哈姨母的律师 后来在无意中拆穿了这个谎言 律师接受采访时透露说 南希住院那几天 哈姨母一直待在哥伦比亚 得知她去世的当天才开始逃往 一开始有很多人同情哈姨母的妻子 认为她也是受害人 蒙在鼓里二十多年 才得知丈夫的真实身份和犯罪经历 肯定难以接受 可结果人家一点都不真经 甚至公开表示 两人认识第一年就已经知道一切 哈姨母的妻子还站出来帮丈夫辩护 说她没有伤害任何人 被迫遭遇不公平的指控 不得不说 稳如磐石的婚姻关系 果然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的 这个巴西女人的言论 让南希爸爸欺诈了 她向对方抛出一个严重的指控 哈姨母的妻子 明知道丈夫是被通缉的逃犯 却选择包庇和隐瞒不保 属于共犯 应该受到相应的处罚 另外假如哈姨母真的是无辜的 当初为什么要逃跑 为什么不留下来 向警方证明这一点 之后哈姨母因为遭公文罪 在巴西的监狱中待了十个月 就在大家都以为 她被引渡是迟早的事实 巴西联邦最高法院 做出一个让所有人错愕的决定 根据巴西的法律 他们以这起谋杀案的诉讼期 已经超过法定的二十年为由 拒绝了哥伦比亚方面的印度申请 所以尽管努力了数十年 南西家人依然没能等来公平正义 这个结局对他们太残酷了 已经六十多岁的哈姨母 目前仍在巴西跟家人待在一起 他不但没有因杀人受到处罚 反而借这个机会恢复了真实身份 天理何在 不过他也别想高枕无忧 西爸爸已经聘请一个国际律师团队 继续为引渡的事情努力 这个伟大的父亲发誓 永远不会放弃追捕杀害女儿的凶手 有生之年一定会为南西伸张正义 好了今天的案件就讲到这里 我是胡探长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请留下一个关注再走 咱们下期再见